他决定再也不要去相信梦了 他想起来还有一大堆事该做呢 去市场吃点东西 换一本比较厚的书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他在广场的一张板凳上坐了下来 是隐形买的酒 这天天气很热 而酒让人精神振奋 他把羊群 系在城口的一位朋友的牛舍里 他在这城里认识了不少朋友 这是旅行吸引他的一点 既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 又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人身上 当你每天和同一群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也会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就像当年他在神学院的亲信一样 他们会要求你改变自己来迁就他们 如果你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样子 他们就会不开心 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很清楚别人该怎么过火 却对自己一无所知 他决定等太阳落伤后 再赶牲口上路 穿过草原 三天后 他就跟那个商人的女儿见面了 他开始读起那本新换来的书 第一页描述的是一场丧礼 书中角色的名字都非常的难念 如果有一天他写一本书 一定每次只介绍一个角色入场 这样读者才不会忙着记名字 他想到 等他好不容易专心 专注心神的时候 开始觉得这本书还不错 那场丧礼是在一个下雪的日子 嗯 他喜欢因下雪带来的冰冷氛围 他继续读着 一个老人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和他搭讪 那些人在做什么 老人指了指广场上的一群人 工作 男孩冷淡地回答 极力表现出他正在专心看书 事实上 他脑中正幻想着 伤人女儿在面前踢羊毛的情形 这样他就会认为他很有本事 能完成一些困难的事情 他已经想象这一幕想了好多遍了 每一次 那个女孩都用着迷的眼神 听他解释 羊毛必须从背后往上踢 他同时还想好了 在解释羊毛 技术的时候 还要不经意地提起几家有趣的商店 这些商店都是他从书里读来的 不过他会把他们说的像是他的亲身经历 他绝不会发现真相的 因为他不识字 耳机 老人还在努力地跟他攀谈 老人说自己又累又渴 不知道可不可以喝一口男孩的酒 男孩把酒瓶递了过去 暗自希望老人别再打扰他了 可是老人依旧呱噪个不停 他问男孩正在读什么书 男孩真想要粗鲁的行为来吓走他 好比说移到另一张凳子上去坐 不过男孩的父亲一想叫他要尊敬长辈 所以他就拿起书让老人自己看 你这么做有两个用意 一来他自己也不太确定书名该怎么念 二来如果老人不会念 说不定就因此羞愧的自行 移到别张凳子上去坐了 老人把书拿过去左看右看 好像那是个奇怪的东西 然后说这本书很重要 不过读起来为了令人厌烦 男孩吓了一跳 没想到老人识字 而且他早就读过这本书了 如果这本书是像老人说的令人厌烦 也许他还趁来得及的时候 赶快去换另一本书 这本书了无新意 就跟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一样 我大多数书一样 老人继续说着 光只会描述人们对自己命运的不由自主 甚至还以世界上最大的谎话来做结尾 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在全然的惊讶下 男孩脱口问 在生命的重要时刻 我们却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无能为力 只能听天由命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我就不会这样 男孩说 别人希望我当一个神父 我却决定做一个牧羊人 过躁 好的 那好多了 老人说 因为你真的很喜欢旅游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男孩说道 在这同时 老人翻阅着书页 似乎 无意把书还给他 男孩注意到老人的衣服很奇怪 有点像阿拉伯人 在这一带地方来说 穿着阿拉伯服装的人并不稀奇 非洲距离台里发很近 只要乘船渡过窄窄的海峡 几个小时就到非洲了 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常可以看见阿拉伯人 或者正在做买卖 或者正在进行一次 数次的奇怪礼拜 你打哪来 男孩问 从好几个地方来的 没有人会从好几个地方来 男孩说 就以我来说 我是个牧羊人 去过很多地方 但我 只来自一个地方 一个靠近某个古老城 城堡的城市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好吧 那我们不妨说 我出生在萨冷 男孩不清楚萨冷在哪里 不过他也不想追问 一面显得自己太无知 他盯着广场上的人群 看了好一会儿 那些人来来去去的 每个人都看起来很忙 萨冷最近还好吗 他问 试图找到一些线索 还不就是那样 人无线索 不过他知道萨冷 不是位于安达鲁西亚地区 否则他一定会听过这个地方 你在萨冷是做什么的 他继续问 我在萨冷是做什么的 老人大笑 我是萨冷之王 人类就爱说些奇怪的事情 男孩心想 有时候羊群远比人类好相处 因为他们不会说话 更好的是与书独处 书只会在你愿意听的时候 才会说出一些奇幻的故事 可是当你和人交谈 他们就会说些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的话题 我叫麦基喜德 老人说 你有几只羊 够多了 男孩说 看得出老人想了解他的背景 哦 那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忙了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有够多的羊 男孩心头生起一股怒火 他可没有要人帮忙 是那个老人自己跑来讨一口酒喝 也是老人先开口聊起来的 把书还给我 男孩说 我必须走了 去带上我的羊上路 给我十分之一的羊 老人说 我就告诉你该怎么找到宝藏 男孩想起他的梦 煞时这一切再明白不过了 那个女人虽然没跟他收钱 可是这个老人 大概是他丈夫吧 却用另一种方式 想让他拿出更多的钱交换情报 去找一处根本不存在的宝藏 这老人 大概是个吉普赛人吧 但男孩还来不及说什么 老人就靠过来 拿起一根木条 在广场的沙地上 开始写字 有个东西从他的胸部射出来 带着强烈炫目的光芒 使得男孩有一瞬间 看不见任何东西 然后 老人迅速用斗篷 盖住了他刚刚写的东西 动作敏捷的 不像他那个年纪该有的 当视觉恢复正常的时候 男孩却能清楚地读出 老人刚刚在沙地上写的东西 就在这个小城市的广场沙地上 男孩看见了他父母的名字 那间他就读了一段 十日的神学院名称 他还看见那个商人女儿的名字 他本来不知道的 他甚至还看见了他从未告诉别人的事 我是撒冷之王 那老人曾经这么说 为什么一位国王会来跟一个牧羊人说话呢 男孩问 带着敬畏和修残 有几个原因 不过 最重要的是 因为你已经发现你的天命 男孩不懂什么是天命 那就是你一直想去做的事情 每个人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都知道自己的天命 在那时候 每件事都清晰不昧 每件事都有可能 他们不会害怕做梦 也不畏惧去渴望生命中 任何会发生的事物 然而 随着岁月流逝 一股神秘的力量 将会说服人们 让他们相信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天命 男孩受到强烈的震撼 不过 他还是想知道 那股神秘的力量 是什么 当他告诉伤人女儿 这件事的时候 他会多么的高兴啊 这股力量看似负面 实则引导你 去完成天命 它能锻炼你的精神 砥砺你的愿力 因为这是这个星球最伟大的真理 不管你是谁 也不论那是什么 只要你真心渴望一样东西 就放手去做 因为渴望 是源自天地之心 因为那就是你来到这世间的任务 即使你所渴望 只不过是去旅行 或者是和一位布料商人的女儿结婚 甚至是寻宝 天地之心 依赖着人们的幸福 或者不幸 嫉妒 忌妒 猜忌 而滋长 完成自己的天命 是每个人一生唯一的职责 万物都唯一 而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 两个人皆是沉默了好一会儿 观看着广场上的人群移动 最后老人先开口 你为什么想当一个牧羊人呢 因为我想要旅行 老人指着广场一角 那里有一位面包师傅 正站在自家商店的橱窗旁边 老人说 在他年幼时 他也渴望去旅行 但他决定先买一间面包店 攒些钱在身边 这样 等到他年老时 就有能力去埃及生活一个月 他从来不明白 人类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 其实都有能力去完成他们的梦想 他实在应该去当牧羊人的 男孩说 他曾经想过 老人说 不过面包师傅的地位比牧羊人来得要高 面包师傅有自己的房屋 而牧羊人只能睡在野外 每个父母都比较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 嫁给面包师傅 而不是牧羊人 男孩觉得 心咚咚的跳了一下 想起了上人的女儿 在他镇上 一定也有一个面包师傅 老人继续说 到头来 别人怎么想 就会变得比自己的天命还重要 老人再度翻着书页 并似乎打算 从翻到的那一页堵起 过了好半晌后 男孩突然问老人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你想要完成自己的天命 也因为你正在处在一个 想要放弃它的时候 而你总是在这个时刻出现吗 不一定像这种方式 但我总是会出现 也许是以这种面貌 也许是另一种 有时我甚至可以以解答 或者灵感的形式 出现在人们面前 而在另外一些重要的时刻 我则扮演着促使事物 更顺利地进行的触媒 我还做过许多其他的事 不过多半人们并不知道 那些事情是我做的 我都读懂了 因为有好多东西 就是好多文章 其实我也是没有读过的 但是我在读的过程中 我大概读懂了他的意思 就是 这个是巴西当代 著名作家保罗科尔 被誉为在读者数量上 唯一能于马尔克斯比肩的 拉美作家 他发表于1988年的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不仅在国内反响热烈 也是全球的畅销书 小说呢 从西班牙牧羊少年 梦到金字塔的宝藏写起 写他为了寻梦 跨海到非洲 穿越撒哈拉大沙漠 最终虽然没有找到财富 却悟出了人生真正的财富所在 小说更像一部预言 也带有一些宗教色彩 西方评论家把本书 誉为影响读者心灵的现代经典 其中的很多句子 都被人奉为人生真言 独厚感 独厚感 独厚感我是觉得 这个老人可能是一种信念 也可能就是一种 就是人你在追求自己的梦想 或者是一直不坚定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脑海里的声音 会来激励你 会来给你肯定 就是你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信仰 如果你坚持了一些事情 你就一定要去完成它 就是说你不要去管别人的想法 我从这一段 我读的这一段中 我读出这个意思 他不是说了吗 就是像面包师傅和牧羊人 然后本来那个面包师傅 他是很想当牧羊人 他想旅行 但是呢就是因为 面包师傅的地位比别人高 然后呢 镇上的其他的人 都觉得面包师傅的地位更高 然后看不起牧羊人 所以呢 他就放弃了 就是放 也没有放弃嘛 就是说那我们牧羊人 就之后再做吧 那我们先当面包师傅 就成了别人眼中的 地位高的人 但是呢 就失去了自己的梦想 我感觉我还读出来了一些道理 是吧 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 然后呢不要放弃 有悟性 我要当一个牧羊人 谢谢林Cute 是的 就是不要被世俗的眼光 或者是别人说 啊不行啊 你那样不好 那样都怎么怎么怎么 我觉得就坚持自己心中的内心的声音 就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吧 看从一篇 嗯 节选的文章 我还是能读出 能读出这些 感悟呢 你们如果没有从头听 可能你们也不知道吧 但是读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可以进化 进化心灵的感觉 让自己沉下心来 有没有 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坚持做正向的事情 你就一直坚持下去就好了 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 大家 我在吃巧克力 你饿了吗 我总结的还挺在味的 我发现 我发现看书 其实它可以 使人词汇量 或者是 让人就更充实了 嗯 我决定我要做看书 我买了好多书 嗯 我这次 我买了好多书 买了 挪威的森林 森林 还是什么影子的人 追影子的人 还是什么影子的人 嗯 偷影子的人 嗯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书 雪海乌鸦 我现在了解的 确实不晚了 是不是 就算我老了 就算比如说我六七十岁了 那我想读书 我那个时候 还是可以从那个时候学习啊 不是老年大学都有吗 你想去学习 这个跟年龄无关 是不是 对大家都该多读书了 那些都不好看 那你们有没有 推荐的书啊 你会让人静心的 然后励志一点的吧 能够坚定自己信念的那种 我喜欢看正能量一点 有推荐的吗 活到老 学到老吧 挪尔 挪尾的森林 我买了 你们这是肤浅的人 我也是醉了 Charlie和巧克力工廠 那个改变成电影了 我看过电影 但还没有看过它那个书 不过可以尝试 谢谢小谷草 谢谢梁摩金就 躲过仓庄这个不是小说吗 我是在看书 躲过仓庄不是网络小说吗 小王子适合入门读物 适合我这个年龄吗 小王子为什么 为什么听起来感觉很那个 小王子 就是听起来好像是小孩读的 我不了解 平凡的世界我是想读 但是我怕读不通 因为我感觉好深哦 你懂吗 我本来是想买平凡的世界 但是我看了一下 那里面的文字还有片段都好深哦 就是说要特别特别静下心才能看 看得下去是吗 追风筝的人也是励志的吗 听这个名字我感觉挺励志的 追风筝的人 和你们一起看 怎么和你们一起看 我看了最后又不会读出来 如果读的话就时间费的太多了 多久才看得完一本啊 语言朴实大夫生很好 那就是讲述生活的吗 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 我也我买了这本书的 蜜萌的吗 嗯 我比较喜欢那种鸡汤来的 我觉得怎么我们直播间 原来这么多喜欢看书的小伙伴啊 可以嘛 看着你们也平时不只是开开玩笑 是吧 说到正经的 说到看书读书 你们都还是看过的嘛 都还是有文化的哟 可以可以 小看你们了 三体三体我看过那个话剧 书没有看过 不 小说的话我不爱看 选什么科幻的那些 我想看就是像那个阳光 励志一点的 就是让自己心态变好 静心的那种 看电影啊 电影的话 励志电影有哪些吗 电影的话 有的电影还没有小说 小说呢 或者书 它是能让你自己去联想的 你要靠自己的脑海 去构化出它的画面 想象中的东西 那肯定比演出来的 我觉得是要 肯定是要高一个层次吧 我肯定是要 你自己想象的东西 你是你心目中想象 那个完美的样子 但是演出来呢 说不定它不是你 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可能会让你失望 这场景 文字比影像 有想象空间 对 是这样的 萧生哥的就是我看过了 东野鬼舞了 我妹妹很喜欢看它的书 我都看过了 有很多那种 就获得奥斯卡 经常讲的一些 很多电影我都看过 我都看过了 羊之球我怎么听过 我之前就听过这本书 就听过那个羊之球 我听着就说 感觉怎么这么像巧克力 好像可以吃的样子 还是脂肪 感觉是羊脂肪 然后做成的一个巧克力球 什么的 就是我的想象就是这样 就是乱想 羊之球是不是 挺好看的 打字很慢 你们就打个说明 这个会很慢吗 莫过桑的羊之球 没问话是不是很可怕 比利式巧克力 我这个真的是比利式巧克力吧 好像是 我好吃 只有巧克力吃多了 我很腻 明天再吃 为什么我这个是 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哇 我今天喝了好多水 这一瓶水都要喝完了 酒求你了 能再读一篇吗 你还想我再读一篇文章 感觉是肾 我这个音乐听着好久睡觉的感觉 是不是 有没有睡觉的感觉 春晓 春眠不觉晓 处处文体鸟 我突然看到这个 就这一篇了 不行 不就这篇 也太短了吧 这个人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读一篇很短的嘛 好不好 很短的 就读一篇就读唐诗 对啊 但是这个太短了吧 都是四句的 我都不好意思读了 嗯 哇 这个好多啊 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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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你们就可以睡觉了哦 嗯 嗯 献给我的同代人 书庭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颗心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 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 尽其可能 唯因 不被承认 才格外 勇敢 真诚 即使 像眼泪一样 跌碎 敏感的大地 处处仍有 持久 而幽远的回生 为开拓心灵 走入禁区 也许 就在那里牺牺牲 留在 歪歪歇歇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 通行证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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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